这种美食与包括一些试车还是今年比起还是有明显的就是和去年的不同的 因为毕竟经验成熟了 丰富了很多 然后对这方面也不会那么的紧张了 包括就像F2的第一年和F2的第二第三年 会完全感觉到自己无论在发射比赛中都会更冷静地去面对 今年的赛季目前来说对我的适应能的一个方面还是有不错的感觉的 所以也希望这个赛季可以收获更多的积分更多的一些新的突破 其实这几天的话更多的是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 然后让我们在整个比赛前会有更好的准备 还有一个更好的初始化的赛车设置 尤其是在排位赛东 其实更多的是看每一个车队 如果把车子调整在最好在当行的一个赛道温度状况下 还是很接近的 然后也没有想到过可能进入到F1差距这么接近 但是我同样也很享受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呼类的东西是在排位赛里的可能性 我可以进入运动 虽然我们在排位赛中的尾部 觉得第2个人 在排位赛的这个车队 出来了 感谢观看